哈喽什麼路 今天就要跟大家分享我的2018春天韓國型的戰利品 那這次應該是我去韓國這幾次以來買的最... 最沒有節制的一次 扣掉第一次因為第一次去什麼都很新鮮 所以什麼都很想買 扣掉第一次之後到現在第五次 我覺得我這次真的是買的比較沒有節制一點 因為我之前去韓國都會覺得說 可能有些東西家裡還有 或是有些東西真的不是那麼必要買 我就不會買 這樣子的優點是你比較不會花一些不必要的錢 但也有一個缺點 缺點就是你這樣會再回到台灣之後去後悔說 為什麼那樣東西當時不買 那現在要買反而比較不方便買 所以這次我就下定決心看到什麼 喜歡就先買了再說 不要每次回到台灣才那邊後悔 因為真的後悔還蠻多次的 所以這次呢幫他美妝還有一些配件以及服飾等等 加總起來大概有八十幾樣 我自己在列清單的時候也嚇到 真的是我買最多的一次 那當然這八十幾樣 我不會在今天的影片裡面全部一次分享完 這樣片長可能會三個小時吧 就跟看紀錄片一樣 所以我會分集分享給你們 第一集跟第二集呢 我會分批分享美妝的部分 這是今天要分享的 那讓你們看一下第二集的 第二集的在這邊 因為盒子太小 所以這只是一部分而已 還沒有全部都收進去 所以一二集呢會先以美妝為主 第三集的話再跟你們分享服飾配件 以及一些小東西的部分 那這些產品的資訊呢 我都會整理在資訊欄 包含我當時買的韓幣是多少錢 那台幣換算大概是多少錢 我都會幫你們算好 讓你們當作一個參考 那戰利品的部分呢 有一些是之前就在影片裡面 分享給大家 比較熟悉的產品 所以這些產品 我就不會再多做琢磨 我會盡量把時間留給 這次新買到一些比較新鮮的東西 那因為東西這還蠻多 我還來不及全部用完 我大概用了三分之二 所以使用過的部分 我都會分享我用後的心得 讓你們當作參考 那有一些產品還沒有使用過 就是第一次分享開箱心得給你們 好 那我們現在直接來分享 第一樣的戰利品吧 老樣子 我們一樣依照品牌來分享戰利品 首先呢是Inisfree的My Foundation 這個是新出的粉底 應該在韓國已經出一陣子 我不確定台灣上市了沒有 那這個粉底牙很特別的是 你可以依照它的這個數字 去挑選最適合你的 以及你最喜歡的妝感 你可以看到它的瓶身中間有一個數字 那前面這個二呢 代表就是保濕度 數字越少保濕度越低 數字越高保濕度相對的越高 那我挑選是中間值的二 那數字越低的話 它的妝感會越偏向霧感 數字越高的話水感就越明顯 那後面這個一呢代表它的遮瑕度 我選的是遮瑕度最低的一 那相對的數字越高的話遮瑕度就越高 色調的部分呢有分為C跟N 我挑選的是N 所以我的使用色號是N21 它會比較貼近我的膚色 也會比較適合我膚色的亮度 所以我就會透過前面這個數字來挑選 適合自己膚況的粉底 還蠻精準的 因為我選了這瓶粉底 我自己使用下來覺得它還蠻適合我的膚況的 其實我今天使用的是這瓶粉底 你可以看到它是稍微有一點光澤的 因為我選的是二 二的話呢 它是介於霧面跟水光中間一點 所以我覺得它的光澤 稍微有點像半霧奶油光的效果 妝感還蠻自然的 那遮瑕度呢是稍微偏低的 因為我的遮瑕度數字選一 我還蠻喜歡這種清透的感覺 整個妝感是散發光澤 但是又不會有太厚重的感覺 這瓶粉底液啊 我在韓國買完隔天就立刻使用了 當時我覺得很貼 因為韓國天氣比較乾燥一點 那當時天氣也是偏冷的 所以我覺得連續四天使用下來 整個底妝的效果都還蠻好的 那一直到我回台灣之後繼續使用 我覺得整個使用起來 效果就沒有我在韓國使用那麼服貼的感覺 可能是因為台灣天氣比較潮濕 然後也比較悶熱一點點 所以在使用這瓶粉底帶妝一整天之後 會比較容易出現脫妝還有浮粉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可能跟氣候有關 也許在台灣這種濕熱的天氣 選擇一就是比較偏霧面的質感 相對會比較持妝一點點 那這瓶呢 因為我是選遮瑕度比較低一點的 所以比較沒有辦法跟你們分享它的遮瑕持久度好不好 但在會不會按成這一點呢 我自己使用是覺得不會太暗沉的 你帶妝一整天到晚上 它大概是還有白天上妝的七八成左右的亮度 所以我覺得是有一定的抗暗沉效果的 所以除了回到台灣 稍微有點不太持妝以外 其實這瓶的妝感人使用下來 我是還蠻喜歡 因為還蠻輕薄的 再來一樣是innisfree 那就是綠茶結鹽泡泡 以及蘋果紫深層結鹽泡泡 基本上這兩樣產品是我每次去韓國都會回購的結鹽品 我自己在清潔品的部分 尤其是洗面乳 比較沒有所謂的專櫃迷思 我覺得開架也是有很多好用 而且適合自己的清潔品 所以只要用到喜歡的清潔品 我就會一直回購 所以這兩條是我長年的回購清單之一 那蘋果紫深層結鹽泡泡 它的清潔效果會比較明顯一點點 所以我通常會放在 比如說夏天比較熱 油脂分泌比較旺盛的時候 我就會使用這條加強做清潔 那相對的綠茶這一款 它是比較保濕一點的 所以洗完之後 臉比較不容易產生那種緊繃的感覺 所以這條我會放在臉比較乾燥的時候來使用 而且他們容量都還蠻大的 一條都可以用非常非常久 所以我覺得以價格來說 換算起來是還蠻划算的 再來一樣是他們家的刷具 他們家的刷具我一直都非常喜歡 幾乎全系列我都快收集到了 這次又称去韓國 買了兩支迷你的回來方 因為我覺得這種迷你的 你出國攜帶真的還蠻方便的 而且在毛質的部分 跟一般長柄的也沒有落差 所以在選擇上面相對的會比較偏要這種短柄的迷你版 我這次買的是一支打底刷 以及一支暈染刷 像這種打底刷任何時候都非常好用 它很適合用來做眼影的打底 或是你有時候想畫一些單色眼影的時候 使用那種稍微大一點的打底刷就非常適合 那他們家的刷毛一直都還蠻柔軟的布 它會紮眼皮 所以我還蠻喜歡的 在握柄的部分也是木頭的質感 整個看起來其實有一定的質感 所以只要想到 我就會把我還沒有收集到的刷具給買回來 我就會以開架的刷具來說 他們家的質感還有實用的觸感上面 真的是都還不錯 那價格的部分呢 當然在韓國買相對便宜啦 所以如果你們正好在韓國 或有計畫要去韓國的話 想要找平價又好用的刷具 我覺得他們家的刷具還蠻值得參考的 再來一樣是他們家的闊箱 那我這次買的香味是0831 那它的瓶身很漂亮喔 讓我們看一下 它的外型其實還蠻簡約的 沒有什麼太花俏的設計 就是乾乾淨淨很舒服的風格 那比較特別的是它裡面會放一些乾燥的花 有看到嗎 像這個棉花的味道它裡面就會放白色的花 我覺得整體在視覺上面看起來是很舒服療癒的 那我買的這個味道 它就是淡淡的棉花香 是比較柔軟一點的花香調 不會有侵略性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聞著聞著還蠻舒服的 但我剛剛發現一件很嚴重的事情 就是 我好像忘了買擴香煮 我剛剛打開之後想說我的擴香煮咧 因為擴香煮我要怎麼讓它散發出香味呢 所以我忘記買擴香煮了 所以我應該會直接到台灣的Init3們 是把擴香煮給買回來 你們要記得擴香煮跟這個 好像是分開販售的 所以 要記得買擴香煮 不然就會跟我一樣 最後一樣就是這個 Init3的葡萄柚生提乳 那我會買這個生提乳 是因為當時看到買一送一的活動 你一看到買一送一 就覺得不管三七六十一關 它有沒有用過先買再說 就是那種看小便宜的感覺 那其實我一直都還蠻喜歡葡萄柚 那種柑橘味的香調 所以有一部分是因為我本身就對這個香調還蠻喜歡 那有一部分就是因為買一送一辣 那身體乳的部分呢 他們家的質地我沒記錯的話 是那種比較偏水狀一點的身體乳 讓你們進去看一下 它是那種水水的身體乳 所以不會有 所以不會有那種黏黏的感覺 化開來之後是一種比較水感的效果 我覺得還蠻舒服的 那香味的部分呢 它就是葡萄柚香味還蠻乾淨的味道 如果你們也喜歡柑橘香味的話 應該都會喜歡它的味道 那我記得他們家的身體乳 因為我之前有買過海洋香調 那個時候還不是這種瓶身 是那種暗壓式的瓶身 比較稍微矮一點點 那我記得我那時候使用我們那一罐的感受是 它的質地稍微有一點點黏 也就是說 比較不會那麼快吸收 你的皮膚會有點黏黏的感覺 其實不是那麼清爽的 但現在這瓶 我不知道它們質地有沒有改良過 因為我現在感受下來是 沒有之前使用那一罐那麼黏的 所以我覺得 好像有比之前稍微再清爽一點點 如果你們有買這瓶身體乳的話 也許也可以分享你的使用感受 讓其他人當作我參考 但整體而言我覺得是偏清爽 然後有一點點保濕的效果 然後味道也是還蠻乾淨的 那再來就是買一松衣 我就是還蠻划算的啦 接下來是CLEO的戰利品 那就是這個霧面的液態唇釉 我跟你們說這個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用 如果你們正好在韓國趕快去買 如果剛好有朋友去韓國 趕快叫他們幫你買 不管怎麼樣都要買 因為它真的超好用 它比我想像中還好用 讓你們看一下包裝質感 整個包裝是採用霧面的材質 而且色調還蠻有一致性的 不同的色號呢 它會用不同的包裝顏色來做區別 它的刷頭是比較偏細窄一點的刷頭 那上面一樣是有一點絨毛的材質 那我刷色讓你們看首先是2號 2號它是一個髒髒的髒橘色 有點偏橘棕的感覺 這個顏色我覺得還蠻好看的 也很符合現在的流行趨勢這種色調 非常非常的漂亮 接下來是4號 4號它是一個比較偏玫瑰一點的顏色 會比較溫柔一點點 這個呢它會比較甜美溫柔也比較實用 那2號呢就相對會比較有個性一點點 我覺得兩個色調基本上都是還蠻漂亮的 而且實用的色調都很襯膚色 這款唇釉啊它剛刷上去是那種很水感的效果 有沒有看到是有光澤的 但你稍微靜置一段時間之後呢 你看這個2號 它的光澤就會降低 變成一種比較全霧面的感覺 所以它質地是會轉變的 而且這款它稍微會有一點染唇 所以相對它的實色效果我覺得是還 喔 妝臉 所以它的實色效果我覺得是還不錯的 你們看這邊很有光澤有沒有 而且這樣很水感的 跟你一般使用的那種霧面唇釉的質地 是非常非常不一樣的 那質地乾掉之後呢 就會變成比較霧面一點的感覺 但是我覺得它的霧 不會霧到讓你的嘴唇覺得很乾燥 或是變得很緊的感覺 因為它的質地啊 很神奇的是它是比較偏水 像露一點的質地 所以相對的它比較不會有那種奶霜乾掉之後 整個結塊的效果 所以我覺得它即使質地變得全霧面 也不會讓你的嘴唇覺得過於乾燥緊繃 再來是霧面唇釉使用下來我還蠻喜歡的 包裝很有質感 調色也很有質感 不管是磚橘色還是玫瑰色 調色都很漂亮 它整個帶給你嘴唇的感受我覺得都很棒 如果你們正好在韓國化 或是有朋友去韓國 一定要叫他們買喔 這個真的很推推推 再來也是CLEO的唇膏 那就是這款它也是高跟鞋系列的唇膏 我前陣子剛分享過他們家的高跟鞋斷面潤澤唇膏 那那一款是比較有斷面光澤 相對質地會比較保濕一點 那如果說你比較喜歡霧面的話 可以選擇這款 它裝載唇膏的這個瓶身會搭配唇膏的色號 所以這一點也是跟另外一款高跟鞋斷面潤澤唇膏最大的不同 那我直接刷色讓你們看 我買的色號呢是9號 它是一個比較偏橘一點的玫瑰色 這個顏色我覺得也蠻實用的 那它的橘也是帶一點棕 但是它的棕又不會像剛剛的霧面唇膏那麼深的感覺 所以它比較不會像它那麼有個性的感覺 相對它的實用性會比較高一點 那你可以看到它的光澤是一種很絲霧的絲絨感 如果說另外一款高跟鞋斷面潤澤唇膏是亮面的高跟鞋 那這款的話應該就是雞皮或者是絨布的高跟鞋 有沒有看到它的妝感質我覺得還蠻有質感的 這樣比照下來我覺得不管是斷面的潤澤款還是霧面款 它的發色都是一樣濃郁的 可以完全遮蓋住你的唇色 那整個推起來的滑順度也是蠻好的 這款沒有因為它是霧面質地推起來就不滑的感覺 它還是有延續另外一款讓我推起來很滑順的效果 所以我覺得在使用感受上面都是還蠻好的 這款霧面唇膏它的質色效果大概就五成而已 如果你近視的話嘴唇內緣就會因為碰到油脂稍微有點掉色 相對的跟旁邊這個會染色的霧面唇油 比起來的話這個質色度當然是比較好一點 那這個的話就是要透過補妝妝感才會比較完整 但我覺得整個包裝真的還蠻有質感的 尤其是這個銅色系的管身有沒有 然後它是透過這種按壓式的設計 所以我覺得在使用上面真的是還蠻容易使用的 就你這樣按壓一下就可以直接轉開來擦唇膏 整個包裝設計還蠻有序別度也很有質感 再來是這個CLEO的閃閃眼影 我不知道它的中文名稱是什麼 它的外型是這樣子小小的一個正方形 稍微有一點點厚度 打開之後上面有一個小鏡子 那中間有附一個墊片 墊片拿掉之後就是眼影的本體 但這款眼影啊我覺得它整個包裝設計 都太像某一個專櫃眼影了 它就是這個Bobbi Brown的極致鑽石眼影 他們啊外型都是這種會反光的亮面材質 然後一樣都是正方形的設計 有沒有看到外型真的還蠻像 只是顏色的差別 打開之後裡面的眼影一樣都是圓形的 那上面都有一個鏡子 所以我覺得整個外型的相似度幾乎有99%了吧 但眼影的壓紋還是稍微有點不太一樣 CLEO這款就沒有特殊的壓紋 那Bobbi Brown這個它稍微有點編織紋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Bobbi Brown這個還是會比較精緻一點點的 那CLEO這款你就把它想成是開架版的Bobbi Brown眼影 這款眼影呢我一共買了兩個顏色 分別是02以及15號 我一樣先刷色給你們看 那這款眼影啊其實我已經用過了 我覺得它的包裝外型還蠻有質感的 但是它的眼影本身就是這個粉體的部分 我覺得沒有壓得很漂亮 就是沒有很精緻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稍微有一點美中不足 那粉質的部分呢也沒有壓得很硬 它整體粉質是偏軟的 然後稍微有一點鬆散 首先是2號 2號它是一個米膚金色 基本上這個米膚金色用來搭底 或是體量都非常非常實用 那你可以看到它的光澤是非常閃的 從頭閃到尾 所以這是一款沒有辦法低調的眼影 再來是15號 15號是一個很有氣勢的酒紅 有沒有看到 它的質地推起來其實還蠻滑順的 延展性還不錯 所以發色基本上是還蠻平均的 有沒有看到 發色很濃郁 不管是淺色還是深色 都很飽和 所以這個眼影啊它的妝感我覺得還蠻高調的 有沒有看到這麼遠 還是非常的閃 如果你想要找一款開架的很閃的眼影 你也許可以考慮看看 但是呢 我覺得它的粉質基本上沒有壓的很服貼 所以在使用的時候會稍微有一點的肥粉 真的是有一點小小美中不足 不然我覺得它的發色濃郁啊 還有它的光澤很閃著一點 真的都表現還不錯 但就是粉質的部分 我覺得是可以再加強的 接下來呢要分享的 就是我在安利大武買的戰力餅 首先呢是這個 藍芝新推出的 雙面氣墊粉餅 那這款呢它是李勝金袋 它的包裝跟以往藍芝都很不一樣 它是粉紅色的包裝 讓你們進去看一下好了 它摸起來的手感是比較偏霧面滑滑的感覺 比較不會沾指紋 那正面的話呢就是一個藍芝的logo 打開之後你會看到裡面有一個水滴形狀的氣墊粉撲 那這個粉撲它很特別喔 它有兩種材質 上面的話呢是稍微帶有一點絨毛的材質 那下面的話呢就是一般粉撲的材質 是稍微有一點彈性的 彈性還不錯 然後打開這個水滴蓋子呢 有兩個氣墊粉餅在這邊等待著你 那這邊的話呢就是一般的氣墊粉餅 你可以用來做打底 像這樣子 在蓋子底下的這邊 則是可以用來加強遮瑕用的 所以它是兩用的氣墊粉餅 其實我在買這款氣墊粉餅之前 我有先上網研究一下 它大概是什麼樣性質的氣墊粉餅 那一般像這種兩用型的氣墊粉餅 我就是還蠻少見 所以我就是買一個回來用用看 我現在直接拍在手上讓你們看好了 因為我現在有上妝 所以我直接拍在手上讓你們看 我希望眉筆畫一個擦擦 表示這個地方是瑕疵 然後呢先用氣墊粉撲的下緣 先沾取遮瑕度比較適中一點的本體 然後針對這個瑕疵 先做大面積的修飾跟遮瑕 其實有一定的遮瑕度耶 大概有個四五層左右 不會有太厚重的感覺 然後這個色號好像不會太白耶 稍微比我的膚色亮個半階左右 不會太死白 色還蠻自然的 這樣子稍微蓋上去之後 差不多就有五六層的遮瑕度了耶 如果說你想再加強遮瑕的話 就用粉撲的尖端來沾取上面這個 遮瑕度比較高的氣墊 像這樣子稍微再針對 瑕疵重點去做遮瑕 遮瑕度真的提升了耶 尤其是這塊的地方 所以這塊氣墊粉餅啊 目前這樣試用下來 我覺得它遮瑕度真的是還不錯 你們看那個叉叉幾乎看不太到了 遮瑕度是可以感受得到 因為有很多氣墊粉餅 為了要強調光澤 它的遮瑕度可能就不是那麼高一點 所以它等於是把遮瑕度摺一點 再用另外一塊 另外一塊遮瑕度比較高的氣墊補在旁邊 這樣子你就可以兼具清透還有遮瑕 其實還蠻實用的 那妝感的部分呢 目前這樣看下來沒有太明顯的水光 也不會太偏霧 就是一種比較貼合皮膚的光澤 其實還蠻自然的 所以我覺得它還蠻實用的 就是你要清透也可以 你要提高遮瑕度也可以 使用性會比一般的氣墊粉餅還要來得高一點 那遮瑕度的部分呢 因為我還沒有時間把它試到臉上 所以今天沒有辦法提供心得給你們 如果你們有使用過這款氣墊粉餅的話 也歡迎在底下留言分享你們的心得 讓其他網友當作參考 再來也是回購品 那就是藍芝的葡萄柚唇膜 在所有的口味裡面 我最喜歡的是葡萄柚 再來才是一般的莓果 那其他兩個不喜歡 所以我這次購買的是葡萄柚口味 它的包裝是粉橘色的 那被我用完的莓果包裝是粉紅色的 看得出差異吧 右邊是莓果 那左邊是葡萄柚 在包裝的外型我覺得是還蠻可愛的 而且它一罐容量還蠻大罐的 這罐我用超級久 它是前年吧 還是不知道幾年前 小米送我的生日禮物 我用到現在我還沒有用完 所以它一罐其實還蠻耐用的 那這個唇膜就是在睡前使用 如果你的唇部比較乾燥的時候 你可以稍微薄膚一層在你的嘴唇上面 那這樣你到了百天 唇部的乾燥效果也會比較舒緩 那如果你長期使用它做保養的話 我覺得整個唇部的乾燥狀態是會改善的 這瓶唇膜有些人使用之後 會產生過敏的現象 那有些人則是在唇部狀態 比較脆弱的時候使用會過敏 所以在使用的部分會不會過敏這一點 真的是見仁見智 還有看你的唇部狀態 所以我會建議大家 如果想要入手這個唇膜的話 可以稍微評估一下你的唇部狀態 接下來呢 是IOPEI的護唇油 那個護唇油它有分色號的喔 我買的是01的黃色 它擦起來是沒有任何的顏色的 然後我打開讓你們看 它長這個樣子 一樣是四方的長條型瓶身 然後上面是霧金色的瓶蓋 底下的話呢 有一個刷頭 那裡面的話 一樣是黃色的護唇油質地 那我覺得它外型跟客蘭絲的護唇油 非常非常的像 有沒有 就是蓋子的材質跟顏色 稍微有點不太一樣而已 但它裡面的刷頭還是有點不太一樣啦 客蘭絲它是比較扁平一點的絨毛刷頭 那IOPEI它是透明的軟膠材質 有沒有看到它是沒有絨毛的 所以在刷頭的部分 還是稍微有一點點不太一樣的 那它們的質地呢 基本上都不會讓你的嘴唇油 過度油膩不舒服的感覺 但是在保濕潤澤度的部分 我覺得克蘭絲的綠勝一重 因為有時候睡前會直接使用這個護唇油 做唇部的保養 那這樣一整個晚上到了白天 使用克蘭絲這個你到了白天 唇部都還是可以呈現一種水水潤潤的狀態 但是IOPEI這個水潤的感覺 好像就沒有那麼明顯 所以我覺得在使用感受上面 是克蘭絲這個效果比較明顯一點的 所以要配這個相對的 我覺得就好像沒有那麼值得買的感覺 接下來是MAMONDE的霧面唇筆 就是夢妝的唇筆 那我一共買了兩個色號 分別是13號跟20號 它的包裝外型顏色一樣 會搭配它的色號去做區分 它的外型就像一支蠟筆一樣 那唇膏的部分呢 它是透過底下旋轉的部分去做補充 有沒有看到 我今天刷色讓你們看 首先呢是13號 13號它是一個比較偏玫瑰的色調 這個顏色我覺得還蠻適合日常使用的 日常使用 那妝感呢是比較偏霧一點的 有看到嗎 發色還蠻飽和的 但我覺得它這種筆頭的好處就是 你可以看到它描繪出來的線條是比較細窄一點的 所以我覺得用來描繪唇型是還蠻容易使用的 接下來是20號 20號它是一個比較偏紅棕的色調 帶有點鐵鏽感 那這個顏色呢我覺得還蠻有氣勢的 也是一個很顯白的顏色 然後它遮蓋唇色的效果我覺得是還不錯 發色一樣都很飽和 這唇蠟筆啊它的質地算是霧面不會染唇的質地 但是讓我蠻意外是它的齒色效果還不錯 因為我覺得它的質地用來貼合或是抓附你唇部的效果是還蠻明顯的 所以每次當你喝完飲料或是浸完食之後 你會很意外的發現你的唇色大約還有四五層 就是它不會完全脫落 所以以這種不會染唇的質地 卻有這麼不錯的齒色效果是讓我最意外的 那再來就是它的價格也是蠻可愛的 我沒記錯的話大概是9000韓元 9000韓元大約是250塊台幣左右 有一支不到300塊的開架唇彩 有這樣子的妝感以及它的包裝調色質感 還有整個使用感受 我覺得它打趴很多定價比它高的開架唇彩 甚至比很多專櫃唇彩還要好用 所以我覺得它的CP值是非常非常高的 如果你們正好在韓國的話 趕快去找這支的CP值真的很高 它在阿里當勞的門市裡面就可以找到 接下來是Too Cool for School的戰利品 首先這個一樣是老朋友 那就是雞蛋洗臉慕斯 我之前很喜歡用的是白花紅雞蛋洗臉慕斯 那那一瓶終於被我用光了 所以這次去韓國我又重新補貨 那就是一般的版本 但我覺得白花紅雞蛋跟一般的版本 基本上使用起來沒有什麼太大的差異 所以買不到之前那一款沒關係 我覺得這款是還蠻好用的 那它的優點呢就是它擠出來就是很綿密的 細緻慕斯質地 你們看它就這樣子 所以你不用再用手搓 如果你很懶得洗泡的話 我覺得這種質地在使用上面是真的還蠻節省時間的 那這款雞蛋洗臉慕斯阿 你看它的質地就像鮮奶油一樣 但其實它是很綿密的慕斯狀 所以它不太會去拉折到你的皮膚 而且這款洗完之後阿 你的皮膚不會有很明顯的乾燥緊繃的感覺 整個皮膚呈現出來的感受是有點保濕 甚至是細緻的狀態 所以我還蠻喜歡這款雞蛋洗臉慕斯 使用完之後帶給皮膚的感受 這種按壓式的設計阿 我覺得也蠻容易操控用量 你每次使用量只要一顆乒乓球左右的大小 就足夠全臉使用了 所以我覺得在操作上面是非常方便 而且包裝外型也很可愛 有沒有看到中間有個搭蛋器 所以這皮阿 也是我用完之後會再去回購的產品 好 那我們現在馬上接著分享下一樣 再要分享的是這個 它是2Q4SQ的格子腮紅膏 我覺得包裝還蠻可愛的 讓我們進去看一下 它講這個樣子 小小的還蠻容易攜帶的 而且扁扁的 不會太佔空間 然後它的質感呢 不是質感就是材質 是鐵盒的包裝 所以我覺得整個包裝還蠻可愛的 很有小文青的感覺 它的開蓋方法是這樣子 往上推開不要用蠻力去把 盒子粉會歪掉 像這樣子 裡面就可以看到腮紅膏本體 因為它是膏狀質地 所以摸起來稍微有一點點QQ的 我直接刷色讓你看 我買的顏色呢 是6號玫瑰色 那這個玫瑰色呢 我覺得稍微帶有點煙燻的色調 所以整個色調上面還蠻溫柔實用的 不會太過的鮮艷 很適合用作 用在日常妝容使用 像這樣子淡淡的把它拍開就可以了 那我覺得有一點很神奇的是它的質地啊 當你在摸的時候 稍微有一點軟軟濕濕的 但它這個質地啊 當你實際抹在你的臉上 並且把它推開之後 它的濕潤感就會消失 轉化成的是一種比較清爽的粉霧感 所以它這個質地的轉換其實還蠻神奇的 因為它的質地稍微帶有一點濕度嘛 所以我覺得它這種質地 在第一時間接觸到你皮膚的時候 它可以更緊密的服貼在你的皮膚上面 相對它的妝感比較不會那種粉粉霧霧的感覺 那在它的妝感也是很清透自然的 發色度不會過於濃郁 那再來這種質地的好處就是 你比較不用擔心攜帶刷具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還蠻適合放在包包裡面 隨身攜帶補妝使用 再來一樣是他們家的格子霧面唇釉 那我買的4號呢是5號 它是一個珊瑚橘棕色調 那你們看一下包裝握柄的部分呢 一樣是格子花紋 那底下的挺身呢 它會依照色號來調配包裝的顏色 讓你們看我買的是5號 一個珊瑚橘棕的顏色 那這個顏色呢可濃可淡 淡一點的話呢 就是一種比較貼近日常的淡珊瑚色 那如果說你想要疊擦的話 它顏色就會變得比較濃郁有個性一點點 這個顏色也是蠻實用的 那它的妝感呢 稍微有一點奶油絲霧感 推起來的滑順度是非常好的 我現在嘴唇上面擦的也是這個5號的格子唇釉 但我很久沒有補妝了 稍微來補一下 你看現在大約還剩下7層左右的遮蓋唇色的效果 唇皺的暗沉稍微有一點點跑出來了 然後呢直接來補妝 像這樣子 你看它的顏色本來應該是這麼飽和的 然後呢它的質地還滿容易做暈染的 像這樣子稍微的把唇線給推出去 整個唇妝看起來就會比較柔和一點點 這是這個唇釉啊 它就是很經典的唇釉質地 有一點奶霜狀的感覺 所以它的唇在感會比剛剛分享這個CLEO還要來得高 也比較明顯一點 就是你會感受到你的嘴唇上面很明顯 有一層東西那種質地 那這是唇釉啊 它的顏色跟質地我都還滿喜歡 因為它不會霧過頭 讓你的嘴唇變得很乾 但有一點我覺得很扣分就是 它的質地不太容易乾 相對的也比較容易沾牙齒 所以每次使用完這支唇釉之後 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嘴唇內側的清潔有沒有清乾性 不然就很容易沾到你的牙齒上面 看起來會非常的糗 就是這一點要小小注意一下 這款它的質地質地就是一般般 因為它沒有特別染唇 也沒有特別防轉印 所以你吃東西進食它一定會掉色脫妝 這兩款比起來的話呢 可六這款 齒色度相對比較好一點 那這款的話就沒有太明顯的齒色度 所以還是要透過補妝 整個妝改才會比較完整一點 再來這個品牌 如果你們有看我的韓國VLOG就會發現 我這次有特別到 霞鵬婷羅奧德站去逛一間店 那就是And Other Story And Other Story 這一間店 我買了很多腮紅 他們家最近非常紅的就是 獅瓷腮紅 買了四個 然後呢 還有指甲油 以及單色眼影 我都會刷色讓你們看 所以我先來分享單色眼影 眼影的部分呢 我一光買了兩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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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哭了 怎麼會這樣子 它不耐摔啊各位 好 讓我冷靜一下 先把它蓋起來 我買的是香檳金色 還有橘棕紅色 那他們都是珠光的質地 應該可以很明顯看到吧 那有點小可惜的就是 左邊這個已經被我摔壞了 嗯 雖然很傷心 我還是要刷色給你們看 嗯 它粉身碎骨了 它這個包裝上面好像沒有特別寫色號 等我查到之後我會補充在資訊欄 粉質的部分呢 一般般老實說我有點小失望 可能我對它的期待太高了 就實際摸到粉質之後 並沒有讓我特別感到驚艷 好 在這邊首先呢 是粉身碎骨的香檳米金色 有沒有看到 它一樣是光澤非常明顯 但我覺得跟CLEO剛剛分享哪款比起來 光澤好像也沒有CLEO那款那麼的明顯 所以 有點筆上不足筆下有餘的感覺 那另外這個呢就是橘棕紅色 一樣光澤沒有剛剛CLEO那款那麼的善 嗯有一點普通欸 這樣子摸下來 我覺得這顆眼影沒有特別讓我驚艷 整個感受都很普通 它的粉質也沒有特別的細緻 稍微會有一點飛粉 它現在飛到我衣服上面 所以 粉質也很普通而且還會飛粉 那光澤的話我覺得也沒有剛CLEO那款來的那麼閃 它的價錢是一顆一萬塊韓元 換算下來大概是 看一下計算機 大概是276塊台幣左右 所以我覺得普通 如果跟它比起來的話 我寧願把這個錢拿去買ETUDE HOUSE的單色眼影 在一些妝感還有效果的部分 可能都會比它表現好一點 所以這顆有一點 沒什麼不需要買 在詩詞腮紅的部分呢 我一共買了四個 有三個是單色腮紅 那有一個是雙色的腮紅 我都刷色給你們看好了 雖然說用完眼影之後 我稍微有一點心灰意 但我覺得應該還是有蠻多人 對這款腮紅有興趣 先讓你們看它的包裝 它的包裝就是很簡約的小文青風 看起來乾乾淨淨的非常舒服 那打開之後呢 詩詞腮紅就裝在裡面囉 有沒有看到 那最特別的地方就是中間的詩詞刻字 但如果沒有這個刻字的話 它好像就是一顆非常非常普通的單色腮紅 那撇除外型的部分 它的色調其實都還蠻漂亮特別的 那我一樣刷色給你們看 因為我之前都用刷具來上色 還沒有直接用手來碰 但我剛剛這樣一刷 就發現一件非常非常悲慘的事情 就是 你們看 它後面這個Y已經消失了 你們看到 你稍微這樣搓一搓 它的刻字就消失了耶 它就變成一顆沒有刻字的腮紅 所以這個 好吧 那我一樣要刷色讓你們看喔 首先呢這個是Apple Bloom Pink 它是一個有一點煙燻的偏紫的玫瑰色調 其實這個顏色還蠻少見的 然後像在我偏黃的膚色上面使用 也不會太顯得皮膚蠟紅的感覺 再來是Santo Pink 它是一個比較偏橘中一點的顏色 非常適合夏天的妝容來使用 那這個橘也不會橘過頭 我覺得任何膚色應該都蠻容易使用的 再來是Canvas Taupe 它是一個髒髒的橘中紅褐色 你們看到 它明顯顏色是偏土一點的感覺 那這個顏色擦起來呢 我覺得稍微會比較挑妝感一點點 最後我來刷這個雙色腮紅 那雙色腮紅裡面就沒有刻字囉 再來這個雙色腮紅的色號是Luster Rose 它是一個玫瑰色 你們看到 偏暖一點的玫瑰色 這個顏色色調的部分我還蠻喜歡的 是一個很實用的感覺 那這個淺色的部分呢 我有點不太知道它的用意是什麼 因為它幾乎看不太出來它在哪裡 所以這個顏色是幹嘛用的我不知道 那深色的話呢 我就是一個還蠻有質感的偏橘玫瑰色 所以這四個腮紅 基本上在色調上面 我覺得都還蠻有區別性的 跟一般是面上的腮紅顏色都稍微有一點不太一樣 在調色的部分都還蠻有質感的 我今天臉上用的是Sandle Pigs的顏色 那我現在再稍微補一點點顏色讓你們看 還沒有補腮紅之前 你還是可以看到我臉上稍微有一點 髒橘色的腮紅感 它的顏色其實算是還蠻顯色的 所以在用量的部分呢 會建議大家要盡量謹慎的使用 那我稍微加重一點點讓你們看 喔~~很濃喔 有沒有看到 點太多了 所以它的發色度其實是還蠻濃郁的 用量也只要一點點就好了 如果你覺得顏色太濃的話就利用乾淨的腮紅刷 再把多餘的顏色給刷掉 像這樣子 好這邊是補過腮紅 那這邊是還沒有補之前 你看這個色調差異它可濃 可濃 可淡 所以在妝感的部分我覺得是可以 隨心所欲的去操控的 粉質的部分呢其實算蠻細緻的 它不會有很明顯的粉感 雖然說我在刷色的時候 並沒有覺得它的粉有壓得特別密的感覺 但實際使用在領上 它是還蠻服貼的 不會有很明顯的粉霧感 或是那種浮粉的感覺 我現在好像一個喝醉的人 臉邊好紅喔 所以它的發色真的算蠻飽和的 在用量上面真的要謹慎一點點 好 那這個濕慈腮紅呢 總結的話就是 我覺得好像沒有特別必要買 但它的外型老實說是真的還蠻吸引人的 因為比較少有這種刻字的腮紅 所以我覺得可以買一兩個來玩看看 但是不要像我買了這麼多個 我買了四個 所以可以挑一兩個喜歡的顏色買就好了 在CP值的部分我覺得 好像跟期待有一點點落差 當然是可以買回來玩看看 因為它的顏色 基本上都是蠻有質感的調色 再來我還買了指甲油 基本上我覺得 The3還蠻好逛 因為它從服飾配件到彩妝保養 還是指甲油這種小物它都有販售 甚至是連飾品它都有販售 所以是還蠻好逛 你可以買到很多不一樣的小東西 那我這次還買了這三瓶指甲油 我覺得包裝也是蠻小文青簡約的感覺 基本上我覺得他們家的包裝都很吸引人 但老實說這個指甲油我還沒有時間打開唷 我現在發現啊 如果你要轉開這瓶指甲油啊 你就必須破壞這個包裝 所以稍微會有一點捨不得 有沒有看到它這個包裝 是直接黏在底下這個瓶繩的 它這個貼紙撕掉 撕 撕掉之後啊 好像就 喔 還有啦 它正面這邊有一個小LOGO 有沒有看到 這邊小小的 還是有他們家包裝的風格在 那我現在手上這個 它是復古的丹寧藍色 另外這個 它是一個裸膚蜜桃色 最後這個我覺得還蠻特別 它是一個黑白雜訊的妝感 那我現在稍微刷這個丹寧藍色 來看看好了 來看看它的質地 先我們看看臭不臭 它就是指甲油的味道 沒有特別的除臭 所以如果你對那種指甲油本身的味道很敏感的話 我覺得要稍微注意一點 那我這樣看起來 它的質地是稍微偏水一點點的 它不是很濃的那種質地喔 所以應該是要稍微塗個兩三層 那我手在抖 兩三層顏色才會比較飽和一點點 那這樣子它這個還蠻適合夏天的丹寧藍色 那質地的部分呢 雖然說比較稀 但我覺得它還蠻容易塗勻的 因為有些指甲油塗半天都塗不勻 但它質地還蠻容易塗勻的 那價錢的部分呢 它是9000韓元定價 換算台幣大概是240 248左右 所以其實沒有很貴 還是可以買一兩點喜歡的顏色回來玩玩看 再來他們家在櫃台旁邊 還有很多這種護手霜可以購買 那它有各種不同的味道 我記得我大部分的顏色 欸有點吵 我大部分的顏色都有買 那我現在找出來的是 四個不一樣的顏色 它每一個顏色代表的味道都不太一樣 那包裝的話呢 它是那種軟管狀的設定 那個時候我自己使用完最喜歡的味道 我現在有點忘記了 我直接開黃色這個來聞看看好了 然後你看它打開之後 上面這個瓶蓋的地方是密封的 你要透過它的瓶蓋後方去穿刺 穿刺 才可以打開 有沒有看到護手霜跑出來了 然後黃色這個味道 喔 它有一點點像枝子花的味道 如果你們有買過 Innisfree枝子花那一款的擴香 就會知道我在講的枝子花是什麼味道 它就是一個很乾淨的花香 會讓人覺得你是一個漂亮女生那種花香 所以它的味道 其實聞起來還蠻舒服的 不會太過的甜膩 那質地的話呢 目前這樣感受下來也算是蠻潤澤的 嗯 蠻香的耶 那它的味道啊 會慢慢的油濃轉淡 所以整個使用下來 你聞起來的味道是還蠻舒服的 不會有太刺鼻的感覺 那潤澤度的部分呢 目前這樣看起來就是 抹手霜啦 沒有特別滋潤 但沒有特別差就是了 因為我本身手紋還蠻明顯的 所以這樣使用下來手紋會稍微 比較淡一點點 但如果不保養 可能手紋又會跑回來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護手霜可以買耶 很適合買來送給朋友 那它的價錢是一支七千塊韓元 台幣大概是一百九十三塊 不到兩百塊 所以我覺得這個護手霜 送禮自用兩相宜 那包裝的話也是蠻有那種小文青的質感 還蠻漂亮的 再來要分享一下 最後一樣戰力品 那就是我耳朵上面這副耳環 因為它還蠻小的 我拉近讓你們看 它長這個樣子 是一個非常細的小圈圈耳環 看到嗎 還有這邊 它是耳針喔 這樣子 我覺得還蠻精緻 就是不會讓人家覺得太過著搖的感覺 你日常帶也不會太過的華麗 所以其實還蠻精緻的 價錢的部分也不太貴 我記得也是幾百塊左右 還蠻容易入手的 所以如果你們有在收集這種小飾品的話 除了剛剛分享美妝 在飾品的部分 我覺得也可以多停留一點時間 慢慢的逛 好 第一集的戰力品快接近尾聲了 最後我要來分享這次買到的雷品 其實我這次買的東西 大部分我都還蠻喜歡 但就是這個東西啊 我覺得之前網路上面 把它宣揚的太厲害了 導致於你實際用的時候 你就覺得 根本就沒有那麼厲害的感覺 那就是這個洗臉布 這個洗臉布其實是我朋友分享給我 他當時丟那個網址跟我說 最近網路上面在團購這個很紅耶 你要不要試試看 但我個人一直都是秉持著 用一塊布怎麼可能把臉的那些 很難卸的彩妝給全部卸乾淨 所以就半信半疑之下 我在Olivian看到這個 就想說買一個回來試看看 那他的包裝呢 就是一個黑色的夾鏈帶 中間有一個Facehello 翻到背面來呢 他會跟你們分享使用方法 首先第一步驟就是沖水 第二步驟就是直接使用在臉上卸妝 那第三步驟的話呢 就是你直接 你可以直接丟進洗衣機做清潔 看樣子好像很簡單對不對 然後呢你打開之後啊 他裡面就是一塊圓圓的卸妝布 稍微有點絨毛 就像毛巾一樣的質地 有沒有看到 而且還不算小 大概跟我的手掌差不多大 那使用方法應該是按照包裝後面這個步驟 第一步驟就是沖水 接下來就可以直接進行卸妝 如果我沒有誤會錯的話 他的意思應該就是直接沖水 不需要再搭配任何卸妝品 就可以透過這塊神奇的小部分 把你的妝給卸乾淨 這塊洗臉布我已經用過了 有看到上面有一點黃黃洗不掉的殘妝嗎 我真的用過 那我自己用完之後的感受是 他的卸妝效果根本就沒有網路上面說的那麼厲害 如果你只是卸一般的淡妝 比如說只有底妝啊 或是一些潤色唇膏等等 可能還可以 但如果說你有畫一些比較 齒色的眼線液 眼影 或者是睫毛膏 防水型睫毛膏 或是一些比較齒色的唇彩 用他根本就不可能卸得乾淨 我也是用他來卸我的睫毛膏 在那邊搓半天 搓到我覺得我眼周細紋都加深了 睫毛膏還是卸不掉 所以我覺得他只能夠卸一些淡妝 比如說底妝還是腮紅等等 你要用他來卸防水型的彩妝 根本就卸不太掉 因為防水型的彩妝只能夠透過油去溶解 才可以把它們卸乾淨 所以怎麼可能只透過水 跟一塊神奇的小布布就把它們卸乾淨呢 所以我覺得網路上面 有點把這塊布講得太厲害了 如果只是卸一般的淡妝 比如說隔離霜還是底妝 可能還可以 但防水型的彩妝這一塊完全不行 所以沒有像網路上說的那麼厲害 不要對他期待太高 而且這種毛巾的材質啊 老實說卸個幾次之後 你的殘磚會卡在上面 就變得有點黃黃髒髒 所以我覺得他的使用寿命 其實不是很長 因為我本身看到白色的毛巾髒掉 我就不會想要一直用他 更何況是這種 你每天都想要用他來卸妝的布 看到他卡髒髒的東西 你就會覺得上面好像有很多髒東西 不會想要再用他來碰觸你的臉 所以這個 好啦 我不推啦 好 那以上就是第一批的 韓國戰利品的分享 別忘了資訊我都會整理在 影片底下的資訊欄 那今天就先分享到這邊 不知道片長已經多長了 剩下的彩妝 我們就等第二集再來分享吧 好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 那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 別忘了幫我片刻喜歡 那這邊我頻道 讓我想追蹤更多我的東台 歡迎到我的FB粉絲團 以及Instagram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啦 掰掰 掰掰